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《安乐传》迪丽热巴扮相被吐槽,是化妆的原因,还是热巴变丑了? 《安乐传》正在热播,但这部古装剧《喜忧参半》,和同期的古装剧相比略显拉胯。 迪丽热巴被称为难得一见的新疆美人,但迪丽热巴在《安乐传》当中饰演的人 不认安乐却看起来男人相十足,美感已然消失。 是妆容设计的原因?似乎并不是。 迪丽热巴的脸看起来变长了,对比剧中的丫鬟等等。 她的脸比例很是奇怪,也正是如此,迪丽热巴的那种西域美变成了粗狂丑。 《安乐传》剧组方已经发布消息,称这部古装剧的主演迪丽热巴, 龚俊等即将开启直播,以剧中形象在直播间亮相。 其实,一部古装剧若是很火,根本没有必要搞什么直播宣传。 相对而言只有烂剧才会想各种招数求关注。 《安乐传》剧情老套,从第一集就能够预判最后一集。 在这种情况下,又有谁愿意看这部电视剧呢? 迪丽热巴突然颜值下滑,龚俊在剧中又有点娘娘腔。 男友力消失,这样的搭配,怎么可能出现爆款呢? 古装剧曾出不穷的暑期荡《安乐传》想突围恐怕很难。 纵观这部古装剧的主演们,除了迪丽热巴有点话题度,其余的演员连炒作都没有素材。 再者迪丽热巴和黄景瑜恋爱的梗已经翻烂了,剧组方可能是缺乏炒作素材。 才开启直播宣传模式,之可惜,剧不够精彩想靠演员直播力挽狂澜,效果恐怕会不尽人意。 黄景瑜并未给迪丽热巴宣传《安乐传》,也从未承认过和迪丽热巴恋爱了。 如此这般,迪丽热巴和黄景瑜的恋爱梗,也许从始至终都是误判。 迪丽热巴一直是性感、美艳、西域风情,此番扮演一个山寨寨主。 并奋力营业意图成为太子妃,实在是超乎大众想象之外。 迪丽热巴还是不要接这种网剧了,实在是掉身价,多出演证据吧。 往实力派演员方向发展。